主料,集汁10个,洋葱0.5个,主料,烧烤酱,蒜头5半,葱1根,百里香,盐,黑胡椒粉,叉烧酱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用餐人数,1-2人,洋葱切了,蒜切小片,葱头切断,加入适量的烧烤酱,叉烧酱,少许盐,黑胡椒粉和百里香, 每个鸡翅画两刀后,换入调味盆中,拌匀后,盐制一个小时,烤箱预热,180度烤20分钟,后翻面再烤20分钟即可,烹饪技巧,在每个鸡翅上画两刀,可以让鸡翅腌得更加入味二,烧烤酱和茶烧酱的酿,俺个人喜欢吧,我觉得这两种酱都挺好吃的,所以都放了麻多3,百里香加里,要是没有可以省掉4, 鸡翅在翻面的时候,可以再刷点油在表面,这样跑出来的色准会更好,油亮油亮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